跟着她的好兄弟百里东军在剑心中拜访 我好好在剑阁里待着 偏偏跑去剑心崖 跑去剑心崖也就算了 偏偏还要和新月比武 比武也就算了 偏偏黑赢了 赢了也就算了 偏偏黑 外公 你怎么一副吃了醋的表情啊 我的好兄弟儿啊 兄弟儿啊 那天气就天天吵着要和雷蒙莎一起去创江湖 我当时想啊 创就创呗 年轻人哪能一辈子卧在一个山谷里 何况那雷蒙莎也是一表人才 还是世家子弟 我也就同意了 一切不过 梦莎真不是个东西啊 抛弃那天启城 还当什么大将军 自己死在战场上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连累了我女儿啊 我后悔呀 我后悔呀 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同意了呢 我应该把你娘亲留下来的 外公 你说 我当时如果不放他走 这一切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 是啊 毕如就不会有我了 你这性格倒是真像你父亲 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了 我也不是没心没肺 有些事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阿弟阿妈没有完成的心愿 我会完成 当年娘的事情 我会查清楚 月里啊 前几日 姑在西域听闻了一件事情 是长相间通报的摩教教主的事情吗 是 可有一些细节 锦仙并没有告诉我 或许是长相间 觉得不重要吧 不 很重要 和那摩教少主在一起的 还有两个少主